27. 太陽煲 雙接獲521罐禁進口日奶粉 2015年7月26日兩岸A26 本報信 湖南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前日表示 長沙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郵檢辦事處自本月1日至20日 在入境郵檢中連續接獲大批產自日本東京都及群馬園的應有兒奶粉 上述兩地是日本福島發生核洩漏事故後 中國禁止進口食品、食用農產品的其中兩個地區 暫無檢出防射性超標巨蟹 被籍鑊奶粉共521罐 約值41,000元人民幣 工作人員通過便攜式能譜而對籍鑊奶粉進行防射性檢測 暫未檢出防射性超標 按中國相關規定 該批奶粉將全數運回日本 這是自11年福島核電站發生核洩漏事故以來 湖南口岸借獲產自日本核輻射污染地區食品最多的一次 當局提醒消費者 當地食品及食用農產品受輻射嚴重污染 為保障自身健康安全 何由機構購買和攜帶有關產品入境 лохne支保障 財産